好,在讲完了单词之后,下面我们来看看课文部分 看课文以前,咱们先看看这课书比较奇怪的题目 这个题目叫lesson 7, mutilated ladies,表示残缺不全的女人们 这个好像本文中说的不是恐怖片,怎么女人残缺不全呢 咱们看一下这38页课文下方,紧贴着课文下方带星号注释 他说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damaged banknotes,被损坏的银行纸钞 为什么残缺不全的女人呢 The queen's head appears on English banknotes, and lady refers to this 我们明白了,一位女王的头像出现在英国的纸钞上 这个lady指的是这个,这个钞票一残缺,女王的脑袋呢 就脑袋缺了一块,短了一块,眼睛没了,鼻子没了 是这么残缺不全的女人们 咱看英镑这个钞票上确实有女王的这个头像 这钞票一残的话呢,这女人脑袋恐怕就少了一部分 是指着这个东西,指着钞票的人物说的 你看很有趣的是,在美国还有一个淋语 特别是黑人用的多,就管美钞叫什么呢 你看也是指着钞票人说的 管美钞不是残缺的美钞,就是美钞叫dead president dead president叫死总统们,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钞票是美国当年的那些著名总统脑袋出现在钞票上 死总统指的是美钞 异曲同工之妙是这么一个意思 好,咱们这个是一个说明性质文章 来讲这个残钞接间别组织机构是干嘛用的 咱们看看第一段 第一句话先勾起读者的胃口来 吊起你的胃口来 Has it ever happened to you? 这个事在您身上发生过吗? 这么来说 这个happen出现了一个 咱们第三课可能讲过一个happen的搭配 大家回顾happen to do 如果happen后面加动词不定是 可以翻译成碰巧怎么样 它丢失了脑袋碰巧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废墟中找到了 这happen加to do是碰巧 但是本文中不是碰巧,为什么? 本文中后面不是加to do 它后面加的是just to 这个时候如果something happened to somebody 这个happen就得翻译成发生了 而不是碰巧 为什么呢? 因为后面to是借词 从后面搭配能判断它的含义 表示发生的时候 这个happen也可以替换成动词段译come up 也疏忽提考了这个词可以换成哪个词 用这个习语是可以的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come up come up 这个词可以替换本文中的happen 你像本文中就可以把它变成 has it ever come up to you? 这个事在您身上发生过吗? has it ever come up to you? 这表达也行 因为我们在写作中会避免重复吗? 平时多做一些替换性的工作 这是有助益的 但是我们注意这个happen something happened to somebody 这个to加借词之后翻译成发生 我们知道发生还有一个词叫accure 也能指发生 但注意这个搭配 something occurred to somebody accure如果后面加to somebody 这个不能翻译成某个事 发生到某人身上了 得发现成什么呢? 翻译成某人想到了某事 某人想到了某事 后面这个人想到前面这个事 这表达跟中文是宁得特别别扭 你比较一下这两句话 第一句话说 a car accident happened to him 但中文中一般用人称主义的 翻译成他出车祸了 一起出货发生到了他身上 可以这么说 但下面这句话 a good idea occurred to me 怎么翻译呢? 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哎呀 这个点子简直太好了 我想到好主意 而不是好主意发生到我身上 注意 occurred to 这个搭配跟happen的加借词之后 完全不一样 这个得注意 本文中换成accure就不行了 换成accure的话 就得翻译成 你想到过这种事吗 意思就变了 注意搭配会决定单词含义 特别重要 所以既单词不如既搭配 那么这读者就很好奇 哎什么事啊 第二句唯唯道来 他说 Have you ever put your trousers in a washing machine and then remember there was a large banknote in your back pocket? 说你有没有曾经把你的裤子放在洗衣机里边 然后突然间回忆起来坏了 在屁股兜里还有个大额的银行纸钞呢? 你看第二句话描述了究竟是什么一回事件 你看作者写法上独具将心 如果在第一句话就弄这么一个大长句子 你有没有曾经把什么裤子放在洗衣机里边 然后突然又回忆起来 在裤子的口袋里面有一张大额的银行纸钞呢? 第一句话就这么长的话 很多读者就会看别的文章了 什么上来就看着头大的 第一句话用个短句子 先逗起你的好奇心 使读者有耐心慢慢去读究竟是什么事 做着这个手法咱们可以注意去学习 然后看看这句话里的细节 说有没有把你的裤子 放到washing machine 放在洗衣机里边 and then remembered 然后突然间回忆起来了 这个回忆是个写作中高频词汇 我们有好几个词 像remember recall recollect 这三个动词差别不大 都可以当极物动词来用 就回忆起来某事 当然最通俗的就是remember 我们在写作中用完之后 可以换成recall 或者recollect 都可以 我们跟老师把后面两个词大声动下 recall recollect 都能表示回忆起 记起了某个事情 remember这个词在本文中出现了 这个我们再看看这个recall这个词 当然还有一个单词中一个能弄混的 咱们再一块看一看 就是使某人回忆某事 这是复习 咱们在第一课讲过 remind somebody of something 使某人回忆起了某事 这个搭配不一样 remind 它第一个病语必须是人 使某人回忆什么事呢 家人借词off之后 再劳劳实实讲了后面这个事情 所以在用的时候 别不得弄混了 因为英语搭配比中文要严格的多 差一点都不行 remember 说过了 咱们不看了 咱们看recall的一个例句 比如咱们请看新概念第四册 第32课 就是伽略略重生这个数 出现了这么一个句子 哇 比较长 咱们不着急慢慢看 咱们可能可能啊 就能原谅那些 哪些人呢 那些说这个木星的那些卫星啊 是由伽略略的小望远镜 所制造出来的东西了 这个木本来叫月亮 在这呢 就是卫星的意思 朱比特 众神之王朱比特 他也可以表示 什么行星中最大的那颗 就是这个木星 这个伽略略用望远镜 发现了木卫一到木卫四 四颗卫星 但有人认为呢 它是那个 它的望远镜制造出来的错觉 为什么呢 为什么能原谅这人呢 说如果 if we recall that 如果我们能回忆起来 我们家病语从举了 对吧 这个recall跟remember是一样的 我们家病语是表示 回忆起的模式 病语从举说 in his day 在他那个时代 伽略略的时代 正如呢 在几个世纪以前一样 那么曲面镜 curved glass curved是弯曲的 曲面镜是一个流行的 这么一个装置 什么装置呢 为了制造出不是真实 而是错觉幻觉 非真实的情况 我们说哈哈镜 照人偏瘦或偏胖 对吧 并且说 如果一面曲面镜 能够扭曲自然的话 那么一对曲面镜 对自然的扭曲又有多少呢 有很多人认为 你那个木卫一到木卫四 只不过是你的两个曲面镜 那个望远镜 所制造出来的光学的一个错觉 这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这个曲面镜本身 就是个哈哈镜制造错觉的东西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能原谅 那些批评伽利略的人了 因为当时 我们如果是当时的人的话 我们可能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你看 如果我们回忆起 recall 这个词就相当 remember 四次用词 确实比它更正式一些 我们再看一个 recollect的例句 she could no longer recollect the details of the letter 这女孩子现在 已经无法回忆起来 这个信的细节了 回忆起来 recollect 跟remember recall 意思是完全一样的 这三个可以表达回忆起来 但是我们再看remind 这个搭配就不一样了 我们看一下第三十四课 158页第十九行到第二场 158页第十九到第二场 这句话说 acid composition and line reminded him of an italian painting he knew well he decided to buy it 他说因为这幅画 他的这个构图和线条 使得他回忆起了一幅意大利的绘画 什么意大利绘画呢 在家定义从具 他很了解的一幅意大利的绘画 他决定把这幅画买下来了 remind somebody of something 使某人回忆起了某个东西 这几个回忆请大家把它区分开 不要搞混了 就好了 好 本文中说呢 回忆起来什么呢 我们家宾语就是 there was a large banknote 有一个large大额的 额度很高的 banknote注意不能翻成银行的笔记 银行的记录 这银行钞票只钞的意思 而且大家发现 前面有修饰 这个词是可数的 银行的钞票有好多种表达 意思一样 首先这个banknote 可以像文章中一样分鞋 也可以连成一个字 意思一样 我们大声诺下 banknote banknote 有的时候甚至用一个名词note 也有这个意思 用note也行 注意这个note 表示这个钞票 也是可数名词 这是一般在英联盟国家 我们用这个词 在美国呢 一般会换成另外一个词 就是bill bill这个词 表示钞票 注意也是可数的 它多意思 还表示账单啊 等等等等 对吧 我们看例子 a fake 20 dollar bill 一张20美元的尾钞 注意前面加a 这个钞票是可数的 伪造的 仿造的 我们出现形容词 也大声读一下 fake fake 这个用在口语中多一些 书面中可以换成这个词 在大声里面 counterfeit counterfeit 也是伪造的 假的 咱们作文中有这个词好一些 但总之 钞票这个词是可数的 这个尽管只不可数 钱many都不可数 但是只做成钱了 就可数了 这个得注意 还有呢 我们知道这个bill 同时表示钞票之外 也可是一个著名的人名字 好多名人都叫bill 大家知道bill是个昵称 它的学名正是称谓 应该叫威廉 你看我们大声读一下这名字 William William 这名字不好读 这个l 我们知道在中文中 可以汉语评勒 勒勒呢 在英语中呢 这舌头不能勾回来 舌尖冲前指 抬起来跟上牙膛 沾一下 呃呃 这个声音 黏黏糊糊的 所以我们读一下这词 William William 这老外也就叫William 这词不好读 所以干脆呢 就不得读中will W-I-I-L-L 读中will will呢 又不如bill读的俏皮 最后呢 慢慢的昵称 都变成Bill Bill这么一个词 其实好多Bill 它的大名叫William 我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看几个比较有名气的Bill 美国的 就当时那总统出丑闻的那个 Bill Clinton 比尔克林顿 这个本来就William Clinton 你看美国总统年表里面 没有比尔克林顿 有威廉克林顿 大名叫William 的Bill 是个昵称 但是大家都管他叫Bill 所以他在总统签名的时候 往往也签一个Bill 大家都这么来称谓他 还有呢 你看 当年世界首富有名气的Bill Gates 又开创了微软的这个Windows 这个软件的Bill Gates 你看他本来就威廉盖茨 但一般昵称 管他叫Bill Gates 他叫Bill 这么来称为他 他员工呢 也管他叫Bill 比较亲切一些 另外从这名字能看到 为什么人家成为世界首富 咱们以后有儿子 得会起名字 Bill Gates 看到了吗 钞票之门 还不止一扇大门 好几扇大门 打开了一块进钞票 他不成首富才怪呢 这个人呢 觉得光门进钞票不够 所以开发一个软件 叫Windows 门和窗一块进钞票 所以成为世界首富了 你看这 为什么起这名字 这很有学问 有讲究 注意啊 Bill表示钞票是可数的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词 表示这个硬币 注意也是可数的 一枚两米的硬币 我们大声读一下 Coin Coin 叫硬币的意思 那一枚两枚硬币 都是可数的 好 硬币这个词是可数的 但我们看下边的词 就不可数了 硬币属于零钱 但零钱这个词是不可数的 就是动词改变这个词 老师说过 不要都change 发A再加笔音 大声那边 change change 好 零钱不可数 注意 Bill Note Coin 都是可数的 但是change 零钱是不可数的 这个不要用错 英语中 可数不可数 非常讨厌 咱们看一个名词 首先看可数不可数 对 比如说 我身上没带零钱 可以说 I carry No change on me I carry no change on me 对不起 身上没有带零钱 可以这么说 好 他说 有没有放在 把这个裤子放在洗衣机里边 然后回起来 有个大额的银行指钞 在哪呢 In your back pocket back pocket 就是裤子这个屁股兜 后面这个兜 裤兜里有一个大额的银行指钞 同学们家里可能也发生过这种事 至少我们家常发生 就是拿喝了 妈妈糊糊 第三句话 接着问 When you rescued your child Did you find the node was white 语言很幽默 当你把这个裤子救起来之后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钞票比白还白了呢 这个我们看 When you rescued Rescue这个词用的很幽默 本来表示拯救 表示救这个意思 这个他可以把它看作是 Save这个词的升级版本 两个词都可以表示救 救人 救物资 拯救人或东西都可以 咱们再读一下第一个词 Rescue Rescue 这就是拯救和救的意思 指人指数都行 本文中呢 是救着裤子 是救物资了 那救人也行 咱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第58页 咱们即将讲到的第12课 58页的倒数第二行 58页课文的倒数第二行 咱们看这句话 他说 When a passing tanker rescued them five days later Both men were generally sorry that they had to leave 当一个过路的邮轮在五天之后 把他们两个人救起来之后呢 两个人对他们不得不离开荒岛 感到由衷的非常的遗憾 你注意这个Rescue也是救 他是把这两个人救起来了 可见救人 救东西都可以用Rescue 这新冠年三册 亚历山大 教学权威告诉我们 当然这个Rescue这个词 如果把它搭配写全了呢 可以表示从什么什么中救出来 经常跟一个借词from搭配 咱们还看这个《老友记》中的一个片段 当时Phoebe新交了一个男朋友 带着男朋友来见他几个好朋友 就做个介绍 Winces Fireman 文思是一个并不是火人 这并不是打游戏里能找火的人 就是一个消防队员 消防队员Fireman 注意不要读Fireman 这个后面新闻重音在前面 所以还M-A-N 跟M-E-N翻译一样 发 M-M-N 我们读一下Fireman Fireman 而不要读Fireman 正如警察Policeman 不懂得Policeman 因为后面是清读发 læur的声音 消防队员在美国可不得了 地位特别高 大家非常尊敬 舍己救人 特别是911事件之后 这地位就更高了 你看美国中学生 亭最崇敬的这个人 有连续多年消防队员派的地位 所以Richie听说完之后就非常惊讶 哇 您就是传说中的消防队员 Have you ever rescued anyone from a burning building before? 你有没有从一个招火的房子里边救出过人呢 大家注意 Rescue anyone from a burning building before 这是从什么什么中救出来 确实经常跟这个起词from来搭配 咱们把这片段咱听听 看看他们是不是这么说的 This is a fireman Wow Have you ever rescued anyone from a burning building before? 他这么说 This is a fireman 他没有说fireman 注意 然后呢 Wow Have you ever rescued anyone from a burning building before? 有没有从这个招火的房子里救出了过人呢 这么来说 注意跟这词from搭配 咱们再听一遍 同时看看是不是这么一个发音 This is a fireman Wow Have you ever rescued anyone from a burning building before? 好 这是这个拯救 这个动词rescue 大家注意这个词不但可以当动词来用 也可以当名词来用 名词来用也是救 但名词搭配呢 更加重要 我们常有说 来救某人 或者去救某人 咱们有个固定搭配叫come to one's rescue 或者go to one's rescue 这个搭配可以记忆 我们在写动中可以用 来救某人 来是come去是go嘛 对吧 去救某人可能go to one's rescue 注意 是去救这个人 不是到了他的拯救那去了 这个当名词来用 比如说 我们造个简单句子 我说当约翰有麻烦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敢去救他 当约翰有麻烦的时候 有麻烦可以叫be in trouble 对 大家每一个人都敢去救他 一般规定是 when john was in trouble everyone went to his rescue when john was in trouble everyone went to his rescue 去救他 这个精彩表达 咱们可以同时记住 也是由rescue构成的 动词我们叫from 名词又在这个搭配 最贴切 好 咱们再往后面看 表示救还有相关的一些表达 我们到了后面第二次课 会出现这么一个表达 也是把某人给救起来了 叫做pick up somebody 哎呀 这个pick up意思可太多了 这pick up 如果是人做兵语的话 可以表示 比如说去某个地方 把他接回来 尤其是开着车 去机场啊 什么火车站 把某人接回来 I'll pick you up at the airport 我会去飞机场 去接您去 叫pick up 那pick up呢 如果是 这个兵语是事物 它意思更多了 pick up the phone 拿起电话来 拿起来捡起来 对吧 那pick up呢 还有好多好多意思 比如说 the radio can pick up a lot of stations here 这个半导体 能接收很多电台 pick up 收到很多电台 接收某个台的节目 也能pick up 甚至我说 I picked up a little English where I'm traveling in America 在我在美国旅行期间 我学会了一点英语 无意中学会了 叫pick up something 并不是专门去学的 无意中学会了 叫pick up 也行 意思特别多 那么 pick up somebody 除了表示去接某人 它还可以表示 把某人救上来 尤其是用飞机 或者是轮船 把被困的人 搭救了上来 pick up吗 有个上来 这个意思吗 对吧 把被困的人 用飞机轮船救上来 咱们看第二十课 第九十页的第七行 第九十页的第七行 出现这么句话 它说 The Antunay floated on water until Latin was picked up by a ship The Antunay 靠这个飞机 漂流在水上 直到莱斯姆 被一艘轮船 搭救了上来 was picked up by a ship 你看 把被困的人 用飞机轮船救上来 用pick up 这词最贴切 表示救还有一些 但这词 用词就窄一下了 就是这么一个动词 我们跟老师 在大声度下 salvage salvage 这个词也是救 但注意啊 出现字母V 一定是上牙出下唇 再来一遍 salvage 再咬一遍 salvage 后面跟from 但注意着salvage 只能指救东西 不能指救人 他的第一个病 一定是个事物 从什么什么中 把什么东西救出来了 咱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He tried desperately to salvage belongings from the burning house 这个人 desperately 就亡命的 不顾一切的拼命的 他拼命的 想从这个 着火的房子里边 把他的财产 给救出来 注意一定是救财物 the longings 可以表示私人财物 个人的财产 什么金银细软 哎呀 我的电视剧 哎呀 我的金条 哎呀 我的彩票 哎呀 这个我的新农方光盘 对吧 我得把它全抢 全抢救出来 salvage 后面跟from这搭配 是比较漂亮的 一定是救物字 咱们有课文为证 你不信 看新更年三册 也是老老实实实这么用 在150页的第13行 到第14行 150页的13行 特别14行 32颗一艘沉船 你看这句话这么说 the captain of the Elker ordered his men to salvage as much as possible from the wreck Elker号的这个 Captain 船长呢 怎么样呢 命令 他的his men 咱们以前讲过 once men 可以表示某人的部下手下 这一般用在军队场合 这是海军嘛 可不能发现成 哎呀 我的男人们呢 都去打捞这东西吧 他不可能就我的男人们呢 在这个船长 就是他的部下 命令他手下 去打捞怎么样呢 尽可能多的东西 从什么 从这个船的残台上面 打捞上来 这个wreck 就是shipwreck 沉船的一身 你看 这个拯救物资 从船上 救东西 叫salvage 但注意 后面还是跟 借词from搭配 这是没有错的 好 这救人 救东西都行 我们还有一个 救星 救命恩人 我们有这么一个词 就是save 后面去掉e之后 变成i-o-r 或者英式拼写 叫i-o-u-r 都行 我们大声读下 savere savere 救命恩人 大救星 有的时候也有一个习语也行 叫anighting shining armor anighting shining armor 也是表示 关键时刻出现的救星 救命恩人 我们看就是一个 古代的骑士 knight本身是骑士的意思 armor 就是铠甲盔甲 shining 闪闪发光的 穿着闪闪发光的 盔甲的骑士 就是关键时刻出现的 大救星 救命恩人 咱们看一个 也是在老的美剧 当年有个比较流行的片 叫prison break 越狱 很多上年级的同学 可能听过这么一个名字 咱们看其中有这么个片段 里面就这么说 这个女孩子 对突然间来救 他这律师叫Nick 产生了怀疑了 说你为什么这个时候 就出现成救星一样 你看他是怎么说的 咱们把这片段听一遍 看他是怎么说的 你看他怎么说呢 他说 I don't know who you are Nick You just magically show up Like some shining armor Ready to save the day 他说Nick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嘛 对吧 你就是这样奇迹般的 show up 就出现了 到场了 露面了 就show up 是这个意思 就这么奇迹般的出现了 就像什么 Like some knight in shining armor 就像某一个穿着闪闪发光的铠甲的 一个骑士一样 就像一个大救星一样 奇迹般的 正需要就出现这么人 你究竟是谁 我都不认识 Ready to save the day 你乐意来立网狂澜 注意 这个save the day 可以表示立网狂澜 关键时刻 立网狂澜 与祭导 这个 我们可以说 这个 纽卡四十连队就快 失败了 until let go save the day 一个迟到的入囚 立网狂澜 就save the day 这个 night in shining armor 也是跟旧相关 大救星 可以同时机